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29岁中国女星苏青在青工剧《沿喜攻略》饰演耳情,她用尽心机拆散鹰洛和复衡,甚至勾引复衡弟弟,设计爬龙床让丈夫戴绿帽,并以此次击复查皇后,让习航杯跳楼轻生,黑化过程令观众恨得牙痒痒,但戏外的她,却因压力过大,得靠药物才能入眠。 据《苹果日报》报道,苏青演出《沿喜耳情》,因角色和平时个性落差大,拿到剧本时,内心十分纠结,看着大家在吐槽耳情,连我都觉得蛮过瘾的。 也因入戏太深,脑中漫视激烈言语,情绪无法平息,影响到睡眠,最后得靠吃退黑激素才得以安稳入睡。 苏青坦言,严耳情到最后,整个人完全被影响,变得脸凹憔悴,拍完领便当的贯读戏时,他呆坐在片场许久,情绪无法完全抽离,杀青后则有众生的感觉。 苏青在《沿喜耳情》,翻射自微博,耳情黑化过程,令观众恨得牙痒痒。 翻射自网络,苏青,翻射自微博。